頭條開獎提到開會員囉 邀請您加入會員 加會員支持頭條開獎 一起成為最有影響力的華文新勢力 日本他們是考慮明年的春天 可以降低新冠病毒防疫等級 降到跟流感相同的級別 說這有助於政府削減成本 緩解醫療系統的壓力 我坦白說日本其實現在 雖然他們是拉高了門檻 可是其實日本現在的疫情 我看那數字 感覺上也蠻緊張的 老師 昨天是21萬5千人 已經大概是從11月中開始 我不知道知道第幾波了 然後大概除了禮拜天週末之外 因為申報的數量比較少 大概這一陣子都是每天 大概十幾萬到二十幾萬人 所以其實是蠻多的 所以我覺得日本這樣做 有一點好像是 這個不知道原來自己內部 已經變成又再一波來 變成這麼緊張的情況之下 好像又擔心中國大陸 這個觀光客來會造成 更大的這個擴散 負擔 也許有這樣子的考慮 可是你自己本身 已經擴散成這個樣子了 對不對 而你同時正如剛才 玉婷所說的 事實上再過三個月 過了這一波之後 他可能要更進一步 就把它完全解封了 對 現在在日本絕大部分人 走到馬路上 九成的人還是都戴口罩了 非常謹慎 那跟在歐洲在美國不一樣 但是我特別批判歐洲跟美國 你現在去歐洲跟美國 還有戴口 還有人戴口罩嗎 完全不在乎這個東西了 對不對 有些國家 像是荷蘭 德國 法國 完全已經基本上把它視為一次流感 那英國還要跟著這個東西 這一定有點政治因素在這裡面 我必須要講 對不對 因為他們現在人還沒出來 那如果說 真的是這個PCR檢測 來了 那然後增加 你又怪了 這個中國的這個觀光客 我覺得不對 因為你自己已經 這麼 這樣子的情況20多萬每天的 是不是接下來會30萬40多萬 我不知道 但是如果說增加的話 你怪到那個 你要求做PCR核端檢測的 這個中國觀光客 這種政治操作 我覺得真的是不必 然後呢 你又想很快的 把自己視為像歐洲 像美國一樣這樣子的開放 何必呢 對不對 我覺得要真誠的面對 就是說這是一個 就是傳染病 以及你自己在現階段 你自己國內 以及你接下來要怎麼做的做法 是 這樣子 而且說真的 這個講到這個日本 為什麼特別要請教一下老師 一方面比較了解日本 然後二方面呢 也是因為很多的大陸的網友 他們也在關注著 因為發現呢 現在是個搜尋度最高的國家 就是什麼日本 那不過呢 我看今天呢 又看到說 好像在訂機票的部分 說新加坡更踴躍了 所以中國大陸的民眾也在開始調整 反正 日本那邊不好去 而且那邊又疫情升高的話 換個地方 換個目的地嘛 要到哪邊旅遊 就是要到歡迎中國人的地方 寒冰來 那你看 德國現在倒是比較歡迎吧 暫時沒有對大陸放寬旅行限制 做任何的反應 澳洲總理也說 不會改變中國旅客入境的規定 紐西蘭呢 沒有對中國入境旅客實施檢測的計畫 那大陸官方呢 這邊也特別強調的是說 其實歡迎的是佔多數 那你看 我們特別也整理了一張 就是因為看到現在說 中國大陸的旅客 好像可以慢慢的什麼 在解封之後出國旅遊了 所以啊 他們呢 這些國家 請導播讓我們看一下 好幾個國家這個旅遊單位 他們呢 趕快發了微博了 那韓冰 你看好幾個國家 真的都張開雙臂的歡迎 比方說這邊 我們看到北歐的挪威 你看他們貼了好多 挪威的風景照 滿滿的雪景給你看 然後就說 三年了 挪威的 霞灣 極光 島嶼 冰川都在大聲想念 和呼喚你啊 2023我們挪威見 與世界不見不散 另外同樣也是在北歐的丹麥呢 說丹麥是童話大王安徒生的故鄉啊 2023讓丹麥繼續為你造全世界最浪漫可愛的童話之夢吧 等你喲 愛心 然後你看到很多這個丹麥的風景照 那法國我們其實昨天也談到就是在張開雙臂歡迎嘛 也是滿滿的法國的美景 可是這邊倒是滿有意思的 加拿大耶 加拿大常常我們看到說 抗中總是不落人後啊 這個官方都是這種調子 可是加拿大旅遊局 倒是在這裡呢 卻說明年夏天 我在加拿大等你來 加拿大與世界不見不散 PO上了這個美美的風景照 韓丁 其實我覺得這很正常 這些國家為什麼這麼積極 因為餓了三年嘛 他忘記了嗎 中國大陸旅客最有消費力啊 對啊 那些採購團啊 這到處掃貨啊 那他們已經等這個情況已經等了三年了 所以現在中國大陸開放 能夠讓這些人出來 對他們來講當然歡迎 而且更重要的就是 因為這些國家其實自己都已經 新冠肺炎都穿過一波了 他們該得了 也都得了 那這是一個很基本的科學問題嘛 也就是 中國大陸的病毒就比較毒嗎 世界衛生組織有認證說 中國大陸現在這批旅客出來都是最毒的 如果世界衛生組織有發布這樣的警告 那就另外一回事 可是也沒有啊 大家一樣都是新冠肺炎病毒啊 那更何況 其實這個病毒越遠近 你會發覺它傳染率越來越高 可是致死率好像相對降低了 所以對這些國家來講 如果我對我自己境內的新冠肺炎 我基本上已經就是放推就把它當感冒了 那我對其他地方來的 我幹嘛那麼在乎 那有一些國家當然有一些他特殊的考量 比如說 假設中國大陸還對他有一些限制 有些是對等的問題 那另外一些就是 可能就是意識形態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 就是看各國 我覺得如果他們為了自己國家安全考量 還是要去限制中國大陸 我覺得OK那是你國家的決定 因為你就相對你就少賺了這一條錢 就是這樣子而已 那我是覺得像剛剛很多人會很訝異說 哇好恐怖喔 義大利航班過來一半以上都感染 其實我覺得這不是一個好事嗎 這好事齁 因為很簡單啊 在這麼短的時間 因為中國大陸才開放沒多久耶 一下子這麼快速的 百分之五十六十以上都感染了 那如果按照過去我們台灣 自己的防疫指揮中心的說法 那這些人已經吃了無敵心心了 對不對 那不是很快就會達到群體免疫 大家都沒問題了嗎 而且說真的中國大陸 他把新冠肺炎開始降級 很多 我看很多人也是在罵說 你們這樣是掩蓋疫情 可是全世界不是 所有的國家都會這樣做嗎 所以我就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大陸這樣做就是掩蓋疫情 你們這樣做就是合乎科學 我搞不懂這個邏輯到底在什麼地方 那我覺得那些想賺錢的就是賺錢 不想賺錢的 意識形態比較重要 你們就繼續守 那是你們的決定 好不過講到了澳洲兩個問題 第一個先來請教一下 賴老師你知道他們澳大利旅遊局 他們這邊也是放了滿滿的風景照 可是他在裡面有可愛的動物 而且他們特別強調的是 很萌的烤拉帶熊帶鼠點點點 我心想說烤拉是什麼 烤拉應該就是五尾熊 因為用英文這個發音的話 應該是五尾熊 然後還有什麼還有就是帶鼠 不過他這個裡面呢 他還特別提到 這個轉載人民網的推文 說到在澳大利亞怎麼樣 等一個你 等一個你 然後結果後來我就說真的很會 因為上網一查才發現 中國大陸還真的有一首是歌手 張祺山唱的一首 等一個你 等一個你 你這樣對著我講很尷尬 你想太多 想太多 好啦 回家練一下 對啊 所以這澳洲 紐西蘭 這個泰國 荷蘭 大家都什麼 大家都要想辦法 向中國大陸的觀光客招手 因為觀光客就是有消費力 那要講到消費力的話 其實還是要回過頭來講講 澳洲的經貿部長 他在想什麼 他很想去中國 想趕快想辦法呢 能夠促進這個中澳兩國之間的貿易 導播我們來看一下剛才的那一張電視牆 你知道其實澳洲呢 說到要跟中國大陸要大賺人民幣 其實很重要的一點是 希望能夠趕快讓紅酒解禁吧 也很快的希望能夠把這個農產品 能夠再想辦法多輸出到中國大陸 因為中國大陸對於這個消費市場 對於澳洲來講 實在實在是太重要了 來請導播回到剛才的第一張電視牆 這就是我剛剛所說的嘛 澳洲的貿易部長說 如果中方能夠取消對澳洲的貿易禁令 澳洲願意考慮撤回 告到WTO的兩項訴訟 坎培拉明白的向中方表示 偏好以討論而不是仲裁 來解決貿易旗艦 所以什麼 所以他們只希望能夠用討論的方式 解決旗艦 所以這聽起來感覺是在對中方示好 那WTO是渴望2023年初做裁決 那大麥啦葡萄酒跟海鮮 是不是真的這些貿易制裁的爭端 就在2023年能夠畫下句點呢 賴老師 我們當然希望中澳兩國的關係 往好的方向走 那澳大利亞它提出要求了 說大陸如果能夠怎麼樣的話 它願意怎麼樣 但是大陸這邊也可以提出要求 說你停止對於華為的這個歧視跟打壓 那我們就可以怎麼樣 我覺得這個都是可以做的 那大陸也不怕你這個到WTO提出仲裁 為什麼呢 因為目前來講 你這個初判 但是還要可以往上訴啊 可是上訴就是告不了啊 因為告不了你叫澳洲你去問美國啊 美國就是不肯把那個上訴的這個仲裁官 把他派任啊 那美國不肯把上訴的仲裁官派任 所以上訴就沒有辦法啊 那既然可以上訴 那就會割在那裡 所以你澳大利亞的經貿部部長 講的這個話就是空話嘛 因為即使出判 你對你有利也沒用嘛 因為一旦上訴還是卡住嘛 這就是一個很簡單的一個道理 那你就澳洲你先去告訴美國 說請美國把仲裁官派上去吧 可是美國一旦派仲裁官 哇那美國迎接來的官司 那就排隊了 因為初審判決對美國不利的對岸如山 大家都在等這個上訴法庭的這個仲裁官派任 那派任就是美國人 所以美國人一旦派任以後 他們的仲裁法庭就啟動了 一旦上訴的仲裁法庭 開始恢復戰場啟動 那美國先要被判 終審輸輸輸輸輸 那所以是美國導大美 所以美國就不派任嘛 美國不派任的話 那坦白說 澳大利亞的這個沒有用啊 因為 出審 出判 沒用啊 你還是要上訴啊 這第一個 可是我覺得還是 解鈴還是需要席領人 澳大利亞 你先對於華為表示態度吧 你對華為表示態度 大陸絕對會對於你的其他的限制表示態度 對不對 因為本來那些限制會發生 就是來自於你對於華為的歧視 你對於華為的不公平的 違反自由貿易的規則 那我覺得澳大利亞先做好事情 馬上就會有好的回報 那你自己不做好 你要別人給你善意的回報 你用那個WTO那個簡直是 那個打錯重點了 你說是空話嘛 對不對 不是 我的意思是在於說 他把重點搞錯了 因為他自己也了解 告也沒用 因為第一個 美國已經告訴全世界一個範例了 我大國 你即使WTO判決我輸了 那你又怎麼樣 所以取消對華為的制裁 才是最實際的 不要一句空話而已 就是這麼簡單 所以中國大陸北京等的 其實是具體的行動拿出來 那一切都好解決 所以澳洲也不用講那麼多話了 海皇XO干貝醬 這款干貝醬裡面真材實料 比方說它有嚴選的大干貝 那麼另外呢 在這個裡面 你還可以吃得到 這一顆一顆的這個鮑魚 非常非常的新鮮 而且肥美 歡迎大家可以利用我的 CTI-798的代碼 來上網代購